刹车之后呢 有一个往后仰的动作呢 就会碰到这个右侧的这个主驾驶位 然后经常会有这个咯吱咯吱的声音 然后起初呢 我以为是哪哪哪个东西啊 碰到了车上的物品 但是后来呢 这个渐渐听听呢 就发现了 可能是里面的这个弹簧 跟里面的某个卡扣的声音 张先生说 4月份在杭州拱树保时机中心 买了这辆保时捷卡验 落地130多万 11月18号送回来检查 采访时 异响已经消失了 按他的描述 是主驾驶座椅右侧发出异响 原先没有处理好 它扣在上面这个塑料 卡扣跟支架中间的这个摩擦 因为你晃动座椅了 就卡的不紧是 对 卡扣跟座椅之间的发出来的声音 那我看有些车是有 有些车是没有的 对吧 所有车都会有 怎么会所有车都会有的呢 那你就随便找一辆车 我们一辆辆试过去 没关系的 维修技师表示 他们拆下座椅再次调整过了 他找了一辆试驾车 反复按压座椅右侧 都没有出现异响 他们连生意怎么找都不知道 所以他们所说的 自己所说的吧 天气五我把车送过来了之后 跟我说 我叫他们计时一起听 我说哥哥哥小声音嘛 我说帮我处理掉这些 好 到了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 跟他们现在一样 他们同样找不出生意的 他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知道 说帮我看过了 然后打个视频 就跟我说你来一趟 你说这个声音我们发现没有的 哪里有声音啊 然后我视频电话 他视频电话打过来 我跟他 现场跟他指 我说这样按这样 找到声音了 然后礼拜五晚上跟我说 这个我们是弄好了 是没有声音的 好叫我过来 那我说礼拜六上午我过来 弄弄看还是有声音 我们就在这条缝里面 做一个物理隔绝 填充了一点东西 然后没有声音了 因为我们客户其实也对的 就客户说的 客户表达的是 我们一直找不到这个故障 是因为我们陪客户听到这个声音 但是我们去尝试了 我们自己思不出来的情况下 那我们建议客户过来 一起来尝试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故障存在 因为表达的 有时候电话里面沟通的声音 跟我们自己的声音 不一定是同一个声音 传来传去 我跟你说 你跟他说 他跟他说 这样还能找得出来的 所以影响 跑一趟跑一趟浪费时间 张先生不满意对方的服务 现在他要求对方 找到异想原因 并提供相应的视频来证明 另外他还要求更换座椅 这个座椅已经拆出来了之后 在座椅打开 再拆了两边了呀 已经 那这个拆拆弄弄 总是会影响 这个后续的使用情况 万一后续再有问题了 那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 现在目前看下 这个座椅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就是有一点声音 可能是内部查解一下 就可以了 如果说他的座椅 他的问题是可以达到去换修的 我们这边可能也是会做到的 那这个是没有到质量问题 这个能拍一个视频提供给他吗 应该可以的 我跟生活同事说一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